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昨天提到拥有小虫大石怪称号的黑水盟 是自然界最强的青岛夫 研究人员认为他们可以有效地帮助人类解决厨余问题 就连堆埋在垃圾山底下超过15年的垃圾 他们都能够协助清理 而他们消化食物垃圾比起直接丢弃厨余到垃圾场 或者土埋都来得更加环保 对环境伤害来得更低 国内一家名为恩德的生物科技公司 近年来一直对黑水盟幼虫这种大吃货的本性 进行特别研究 把他们融入技术 推出了移动式生物转化系统集装箱 让相关的企业和商家着手解决每天量产的厨余问题 数据显示我国的商业厨余比家庭厨余来得高 那目前和这家公司合作实验的一家水上乐园 黑水盟幼虫每周就帮它清理了300公斤的厨余 而成长的虫子则拿去饲养园区的鱼儿 排泄物则用作于植物施肥用途 这一家生物科技公司不定时还会跟学校合作 来推广这种解决厨余的方案 让学生们有机会进一步认识 处理厨余其实是可以用自然界昆虫 而黑水盟正是其中一种方式 一起跟着八点资料报的记者 刘胜明 沈佳颖还有黄佳琪的镜头 到雪楼沙登一所中学看看 伯特达大学ISAC国际青年志愿者团体 联合恩德生物科技公司 在华夏中学举办一系列的环境保护工作坊 包括如何解决日益严重的厨余问题 一个个戴着口罩穿着手套的学生们 一勺接着一勺地从蓝色大桶里取出深色的泥状物 铺平在青色的容器上 你现在在挖什么 会不会脚挖之后有一点臭酸这样的 这些都是主办方事先收集的10公斤厨余 他们把含有骨头 掺杂等硬块的食物垃圾 送去实验室搅碎 厨余泥铺平之后 轮到主角大石怪黑水蒙幼虫登场了 我手里有手 我手抖了 会会 现场的女学生们一看到 芝麻般大小会蠕动的黑水蒙幼虫 还真的是怕到发慌 但是男学生们则是相对的淡定 把所有的幼虫平均地铺在厨余上 他们就会控制掉这些食物位下 搭出来的排泄物就会变成很有营养的那个 瘤蟹圈 你看它的时候你会感觉很像它会动很快 很蛤蜊的样子 但是当你亲自去手动操作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惧 感觉它的虫是体寒的体质 很冷耶 但是冷血动物 抓的时候就会有动感觉很恶心 但是几秒过后就会习惯 没有这样耳熟也没有这样怕 因为很小致 像粉这样子的 经过一个星期之后 我们再次回到华夏中学来验收一下 这个自然界的青刀夫 它蝉食厨余的效果 这个其实是一个星期后 虫长大了 黑色的其实是它的排泄物 然后它们现在在把那些虫 跟它的排泄物筛选出来 放置在常温环境下的黑水蒙幼虫 在短短的七天时间内 已经把十公斤的厨余泥都吃得一干二净 而与生俱来的吃货本性 也让原本像芝麻般大小的幼虫 瞬间膨胀超过万倍 变成身长大约两到三厘米的虫子 我感觉到很震撼 它可以在七天内 就从一个小小幼虫长成 现在这个样子 一边啃食厨余 又一边排泄的黑水蒙幼虫 体内拥有的高蛋白质 经济价值非常高 黑色粉状物则是排泄物 营养价值也不低 可以用来充当植物肥料 是想让学生多了解厨余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处理 至少这一个 他们有一个实体的体验 这个是最天然 最实际的方法 它其实是不会 危害环境的情况之下 把我们的垃圾分解 因为我是Bio老师 所以我会教我的学生 去了解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知识 除了学校的教育宣导工作 恩德生物科技公司 每个星期 也会把钢虫卵 孵化成幼虫的黑水蒙 送往特定的合作企业 协助处理每周量产的厨余 像是位于雪龙的一家水上乐园 具有在园区内 设立集装箱的 移动式生物转化系统 以更低碳环保的方式 消除每周300公斤的厨余 经过缴碎分筛发酵之后的厨余 负责人就会在上面撒上黑水蒙幼虫 前排的层层托盘 是刚喂食的黑水蒙幼虫 它们的生命力顽强 在食物残渣当中蠕动进食 后排的则是喂食 大约7天之后的成果 7天过后它就变成干了 所以这些虫也是长大了 就是它包括汁那些它都吸进去 对啊 所以它剩的这些就是它的大便 就可以做天然的 旨然的肥料 所以这些所谓的黑水蒙虫 就很高的蛋白质 我们就喂我们的鱼儿 把黑水蒙幼虫与排泄的粪便 分筛出来之后 前者将化成高蛋白的替代饲料 每个星期两天 用于喂食乐园内的鱼群 粉状的黑色排泄物 则是可以立即施肥 充当园区内的花艺植物的有机肥料 这种以巡团经济 解决大量商业厨余 帮助不少企业达到 ESG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指标 更符合国家走向零碳排的政策目标 它除了可以达到有效处理 厨余垃圾之外 它还可以把垃圾转换成 有用的下游产品 也有一些顾客的话 他说这个虫 我可能没有太大的用处 那我们也可以对接 包括一些我们的Urban Farmers 让他们去购买这个有机的肥料 恩德生物科技公司商务总监 郑鑫燕透露 他们目前正在跟雪州政府合作 在沙亚南其中一个社区 设立厨余处理集装箱 但是相比家庭厨余 他们目前更专注于协助食品工厂 酒店和饮食企业 因为他们的厨余量比家庭厨余来得高 我们第一步现在是正在融资的阶段 去建立这个每一天可以处理15吨垃圾厨余的一个厂 在雪南俄州 我们每一天产出的厨余处理垃圾是2000吨 我们也用2000吨作为一个目标 接下来在10年的时间里面 把我们的所有的厨余垃圾 一步一步地把它转换成我们食物链的一些有用的资源 把厨余垃圾吃得一干二净的黑水蒙幼虫 体内含有更高的蛋白 适合用于替代动物资料 那他们的排泄物则可以用来施肥 有效地帮助企业在环境伤害最低的前提之下 让他们符合政府达到零碳排的目标 那明天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了解 全身世宝的黑水蒙还可以有什么作用 如今有不少的大学正在投入资源研究 以让体内蛋白价值高的黑水蒙幼虫 未来在粮食危机当中 可以成为拯救人类的其中一种物种 记得留守明天的专题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